嘩 吉列豬扒拉麵加上壽司加上凍飲只需六十多元 是不是很划算? 想知道在哪裏吃呢? 繼續看下去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來到旺角 會吃居酒屋 這間我自己吃過幾次都覺得OK 而且價錢不貴 所以這次會特意拍給大家看 這次這間叫做一休日本料理 是一間居酒屋 它的位置在浪航坊對面 雅蘭中心的旁邊 在旺角已經開業十多年 上去地方很闊落 大部份都是卡位和長桌 上面供應的食物主要是日本料理為主 點餐的形式是單點 食物種類方面會有刺身壽司 拉麵等不同的選擇 通常居酒屋比較少有下午茶 這裏都有幾款不同的下午茶給大家選擇 首先拍給大家看看下午茶的價錢 它最便宜四十多元起 就已經有一個套餐了 裏面會有 壽司、刺身、拉麵、鍋物等不同的類型 除了下午茶之外 單點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食物 我今次都會點了幾款單點的食物 一次過拍給大家看看 海膽刺身 裏面有三文魚腩、吞拿魚、赤蝦、海膽刺身等等 這個海膽刺身很新鮮 沒有腥味 而且它的份量很大 差不多有四隻手指長 味道很鮮甜 另外這個是三文魚腩 上面的紋尼都夠清晰 這個也是一個厚切 吃下去油花感覺豐厚 除了就這樣吃外 它另外會給你一塊紫菜 可以包著刺身一起吃 味道都不錯 另外裏面還有赤蝦和吞拿魚 味道都挺鮮甜 一起拍給大家看看 剛才吃完刺身 現在就吃壽司 這個是三文魚腩壽司 另外這個是火焰黑松露帶子壽司 帶子的肉都算是偏厚 上面有些少許黑松露 這個是赤背壽司 上面的色澤都算光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黑松露三文魚沙律 裡面的三文魚份量很多 沙律醬加上黑松露的味道都很配 如果吐餐加配的話 是加20多元 另外這個是火焰三色卷 上面的是吞拿魚腩 然後上面加些沙律醬 然後上面有些火槍燒過 所以會有些焦香味 裡面有蛋、青瓜和蟹柳 吃下去有多重口感 不過上面的醬汁就會比較多 可能就會搶了海鮮的甜味 除了剛才大家看到壽司刺身之外 我就點了下面這些食物 雖然大家看到有點誇張 不過那天我真的點了這麼多食物 最後都是吃不完的 這個是煎餃子 裡面是豬肉 表皮煎得夠脆 不過餡料就比較少了些 如果餡料多分一點就更加好 另外這個炸軟殼是來到的時候很脆的 咬下去咬咬咬聲 我自己就幾喜歡了 炸雞軟骨的份量都很多 來到的時候都不會太油 那每粒雞軟骨都大大粒 咬下去很爽口 挺好吃 這個鐵板牛油帶子 它用鐵板上來到的時候很容易辣辣的 帶子的尺寸幾大隻 不過牛油味就不夠濃 另外還點了兩個拉麵 第一個就是吉列豬扒拉麵 它是用幼身的拉麵 裡面的材料有紫菜、木耳、日本魚蛋 還有一隻的糖心蛋 拉麵是會用幼身的拉麵 另外豬骨湯底都夠濃 通常外面吃拉麵 糖心蛋它會給你半隻 這裡特別一點 它會整隻糖心蛋一起給你 切開給大家看一下 蛋黃切開的時候都會有流心的效果 聞到很香的蛋香味 豬扒炸得夠脆 份量大約一隻手掌那麼大 一個黑蒜油蝦拉麵 它裡面有五隻蝦 黑蒜油味很香濃 不過蝦就會比較細 麵底同用是用幼麵來做的 這個也挺低的 現在剛剛吃完了 先說一下感受 進來其實環境也挺舒服的 另外一些食物 價錢方面 我自己覺得價錢不會很高 整體來說質素也OK 不可以說非常好 但我自己也會來再光顧 而且最重要的地方很方便 就是在浪浩坊的斜對面 如果在附近上班工作的朋友 其實下午可以來這裡試試 而且這裡是沒有下場時間的 所以兩、三點來這裡吃也可以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就來試試吧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Subscribe 按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全部影片的訊息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